我是寶可夢 各位小財神們 今天大家過得都還好嗎 今天這支影片要來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們要做開箱啦 哇好開心喔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就是我在昨天收到了這一張 星光銀行的信用卡 那很多人都在猜說到底是哪一張呢 那今天呢這支影片就是來跟大家做揭曉 順便開箱 如果你跟著寶可夢的腳步辦信用卡 那麼你可以拿到的是什麼東西呢 今天就開箱給你看喔 反正全台灣好像也沒多少人會做這種信用卡開箱 所以你如果想要知道你申請了這張信用卡 你可以拿到什麼東西 來看我的影片就對了 好那我們現在趕快來這個 看一下我們這支影片要講什麼 等一下再來做這個簡單的開箱 好來往下看喔 來這個 黃引現金回饋卡開箱給你看 OK 今天影片會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引這個信用卡直接開箱 那第二的話就是 它的手刷裡其實是有300 再加上500 這500是額外加碼的這個新戶的專屬優惠 所以最高是有800 但是如果你把它combo其他的這個活動優惠的話 你可以拿到更多 這個等一下會解釋 好那如果你實在是卡片拿下來 活動太多太複雜不知道怎麼解的 你一定要來看這一支影片 第三的話就是 到底要去哪裡解手刷裡任務呢 有一個地方非常推薦大家去刷 這個 可以不用擴張消費的情況之下 你又可以把你的錢先解完任務 然後到時候再慢慢花掉 這是一種做法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講這三個重點 我們直接開始 好不好 來信用卡開箱給你看 來 在這邊 我立馬來看一下 好來 這個 直接把這個我們的信封呢 剪開 有沒有 嘿咻 OK 好來 我們把它打開來 然後你打開之後 你會發現它有兩個 東西 第一個是你這個 我已經消了這一下齁 就是你信用卡的開卡 然後它裡面就會有這個 哎呀 卡片掉下來了 好 你的信用卡 然後還有就是 開卡的資訊 跟你這個卡片基本的資料在這邊都有 然後這一次你有沒有發現一個 很特別的一點就是 希望它給我的額度居然是40萬喔 就是喔天啊 這家銀行真的是還蠻佛心的 居然給寶可夢這麼高的額度 好 那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 那當然是因為你自己本身 如果有努力的賺錢 然後工作的話 那你的年收有慢慢提高 好你把這些東西拿去申請信用卡 當然銀行它衡量你的這個經濟能力之後 它的確是有可能給你 就是給越來越高的額度啦 那再來就是 我平常其他銀行的額度 其實因為這一次 眾所稅的關係 也有在做這個所謂的調升嘛 好你平常做調升額度的話 新辦的銀行它會參考其他銀行的額度 所以我的額度如果平均都是60 80的話 那它給40好像也就是不為過 但一般人來講的話 如果你首次申請信用卡 它可能了不起就給你5到10萬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覺得40這個數字的確是還蠻令人覺得 喔蠻欣慰的 就是至少新官一行是蠻看得起寶可夢啦 所以才給這麼高的額度 也是謝謝他們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呢 來我把這個卡片就是 把它撕下來給大家看一下喔 你看一下它這個卡片其實 它是有點霧面的 那可能因為這個影片的關係 這個鏡頭沒有那麼好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 它有沒有一條一條的線 這個一條一條的線其實指的就是 它中間還有做這個所謂的亮面的這個 應該是說特殊印刷 所以我覺得它這張卡片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的難看 它最主要是整體是霧面的 但是它有幾個線條的部分 你看那個有反光的地方 它就其實是做這個亮面的這個所謂的特殊上光 所以這張卡片其實我覺得沒有想像中那麼醜 唯一的美東美東不足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Visa logo是沒有去背的 我這邊剛好遮住這樣子 所以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背面的部分的話呢 一樣就是說它沒有附加優卡功能 所以說沒有電子票證功能 它這邊就是沒有辦法直接感應啊 沒有辦法直接用就是所謂電子票證做消費啦 但是呢這張卡片 它一般基本的刷卡跟感應功能還是有的 所以它只是單純的信用卡 它沒有再結合比如說悠遊卡 會以卡通之類的優惠 那提供給大家參考 重點當然是卡片下來之後 你就是要把它綁到行動支付裡面去做支付 你才能夠拿到高回饋嘛 那另外一張的話它這個是 信用卡自動扣角的授權書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申請信用卡 但是還沒有這個申請卡片自動扣角的話 你也可以拿到這個卡片的同時 也可以順便寫一下資料 然後寄回去給星光銀行 一樣它可以做這個帳戶自動扣角 就是也是蠻方便的 那你就不用每次就是為了要繳帳單 還要再跑7之類的很麻煩 那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新戶的話 你也可以去上網做登錄一個活動 就是首次申請電子帳單 好像有送50塊的刷卡金吧 這種活動就是你 卡片下來之後你就可以登錄系統 去系統裡面所有的活動全部都打勾 就是全部登一遍就對了 不然的話你就是有一些活動你可能就會拿不到 這是提醒大家注意的部分 好那開箱完畢之後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 如果你想要了解這支贏 這張信用卡它到底有什麼優惠 其實我在上個禮拜以前就有做一支影片 就是介紹星光還宇現金回饋卡 它的回饋combo最高有到16% 到底有多厲害呢 趕快來掃碼看一下就知道了 好如果你沒有follow到這個影片的話 但你又想要知道這張信用卡到底有多少回饋 看這支影片就知道了 好那第二點的話呢 我們要來聊一下說這個手刷禮 好這個300再加上500要怎麼拿呢 好那銀行的話通常都會給你一些新戶手刷禮 那星光銀行是大部分的信用卡都用統一一組新戶手刷禮 就是說你卡片合卡之後你拿去刷2500 因為刷卡禮雖然只有300元 但是你這個300元你可以拿來買你任何你想要的東西 我覺得是不吃虧的 好所以也提供給大家參考 如果你自己本身你想要旅行箱 或是什麼電子棒蹭什麼鬼的 那你當然可以選擇 但我覺得那些價值其實都沒有300塊那麼好 好所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另外的500的部分是只有 星光還宇現金回饋卡給的額外的加碼 就是新戶有額外加碼3%的這個行動支付 然後上限是500 所以往回推的話就是500除以3% 就是16666元就可以封頂 所以等於是你這張卡片下來之後 你應該要想辦法在30天內刷到16666元 那你才能夠拿到這個所謂的300再加上500就是800元的部分 除此之外呢你還可以再拿到什麼好看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手刷禮800怎麼取得 其實你要看卡片的基本回饋 那基本回饋的部分的話就是 你就算是解手刷禮的任務 剛剛講到刷16666元 那你這邊其實符合資格你也可以拿到基本的 卡片加碼的回饋 比如說國內1%那他至少可以拿到166元的現金點數 那看你刷的是網購還是行動支付 那通常我們都是用行動支付解吧 所以行動支付的3%的部分你也可以拿到 那他這個最高500的話你500往回推除以3 大概是應該是2萬多吧是不是 所以這些部分的話呢你自己都可以額外再做combo加碼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現金回饋卡絕對不是一張無腦的卡片 因為很多銀行他們都會把現金回饋做得很複雜 或者是很多人的活動combo讓你看起來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反而比較無腦的使用信用卡是類似像里程卡一樣 他沒有太多複雜的規則 那直接就是刷多少幾元一粒就這樣子 但如果是現金回饋的話很多銀行他們就會把 又會拆分成很多不同的類別 所以你要做combo你就會頭昏腦帳 那當然他希望他為什麼要做這麼複雜很簡單 就是希望你就傻傻的用他一張卡片就好 不管有沒有回饋你都刷這一張 那銀行可以少給你回饋他當然就多賺了就是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呢我們這張卡片之前有講到說 最高是綁在台灣配16% 那新戶還有3%所以加起來是16加3是19%嘛 那這個部分的部分你看就有12345 就5個活動做combo了 那像台灣配的話是下半年就是3月到年底有的活動 那這個11配的8%活動的話其實是只有走第三季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的複雜 那你們自己本身也要自己去注意一下說 你要解任務的話呢到底要用哪一個手機的系統來解 CP值最高 像我自己本身沒有這個Android系統 所以我就用iOS 那我用iOS的話就是第四個部分的台灣配置部分 我是吃不到的 因為它可能就是要感應的部分或者是掃碼啦 但是掃碼其實我覺得因為很多通路它都沒有接受掃碼 我想要去解任務也都沒有辦法解 所以Android部分的話可以吃到加碼的5% 但是iOS可能就比較沒辦法 所以這樣子算起來19%是這個意思 但其實每一個回饋都是活動的回饋上都是有上限的 比如說像8%的回饋只有200 所以你這樣算算大概刷2500 那台灣配的500的話它是分為1%加4%嘛 台灣配的這個應該是5%啦 分成這個1%的上限是100 所以就刷1萬 那4%加碼的上限為這個所謂的300 所以你往為推大概是7500左右 那新戶的這個3%呢 它寫的上限500意思是往為推是刷166666 16666 那數位的部分的話呢它是有2%的加碼500 所以你往為推大概是刷2萬5左右 所以它每一個活動都有一個不同的回饋上限 所以你要拿到最大花自己權益 你大概就只能刷2500啦 那你連新戶的300也算進去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的話就是有點太少了 所以我的想法是說你把它做一個區分 比如說國內加數位加新戶的部分 如果你要拿好拿滿 那麼你基本上應該要刷到166666元 那麼上面的這些數字加起來 大概你最高可以再拿到所謂的1000塊的這個回饋金左右 刷16666你可以拿到3%的500 然後還有1%加2%的500 加起來大概是類似接近於這個500 所以加起來就是1000塊 那麼你刷16666元的情況呢 你可以拿到活動類的加碼有多少 像台灣配上限就是400嘛 那11配的活動上限是200 所以加起來就是多600 所以這樣加起來是1600 然後新戶裡300嘛 所以是1900 所以它這個回饋率其實也是還滿高的 就是新戶裡很少有銀行可以combo到這麼高 所以這間銀行算是也是相對有性 那麼如果你是iOS系統的話你就只剩14% 這14%的原因剛剛有解釋過的就是 因為你沒有辦法用台灣配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的回饋我就先拿掉 所以你一樣新戶6%的部分是1加2加3 所以刷16666元你可以拿到1000塊 那麼11配的部分你只要有刷有登錄 那麼你可以多拿200 所以就是1200 刷16666元那你可以多拿1200 所以回饋率大概是6到7%左右的水準 平均的也也是ok啦 但是呢就是大概只適合接手刷啦 之後的話你的回饋率因為拿不到這個 或者是活動的加碼的話那它可能就會慢慢的變低 就是等於是數位大概就是3%左右 所以這部分大家就是特別去注意一下這樣子 那第三點的話要跟大家聊說 你要去哪裡解任務回饋就是最簡單最無腦 那你也不用想說要怎麼花怎麼花的 很簡單提供大家一個妙方就是佳樂福好不好 佳樂福的話呢因為他可以就是 他結帳方式非常的多元啦 你自己去那個結帳過你就知道 他可以接受那個像悠遊卡 iCash 然後還有這個 所謂的很多的行動支付 像LinePay也有接受嘛 或者是信用卡刷卡感應支付這些都有 所以對於我們來講我覺得拿來做解任務的動作是很不錯的 那這邊也提供大家參考就是說 因為它這次的新護理的額外加碼3% 它是有限定要Apple Pay Google Pay、Sendom Pay或者台灣Pay之類這種所謂的 真的是要向感應支付的部分才能夠解任務 所以佳樂福反而是很適合就是你用拿手機去實體的做 儲值這個動作是不錯的 那我這邊有一支影片提供給大家參考 來看一下 這就是我之前開發的新系列就是夢夢Vlog 那第一節部分我有介紹好吃的零食 除此之外呢我有跟大家介紹到就是 佳樂福的App搭配這個拍錢包App 怎麼樣能夠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覺得這一支影片其實是值得一看的 那你想要學習怎麼樣才能夠在佳樂福就是解任務 然後拿到最高的回饋的話呢你一定要看這支影片 那剛剛有稍微解釋過就是我們這一次因為是要用 這個台灣Pay的NFC感應去做結帳或者是用Apple Pay 所以你就不適合使用那個攀錢包的App進行刷卡 因為這樣你的回饋率會降低 因為有一些通路的回饋你就吃不到了 所以這一次的做法有四個步驟這邊有寫到了 第一個就是把你的新冠環與現金回饋卡呢 綁在你的台灣Pay或者是Apple Pay裡面 那麼你接下來拿著你的手機信用卡就不用帶了 就是綁定之後就可以使用了 到櫃台結帳的時候呢你跟他講說 我要儲值佳樂福錢包 那麼他就知道你要幹嘛了 接下來呢你就請你打開你的佳樂福APP 不知道的話呢請看一下我下面資訊欄 有這個所謂的下載的連結 那麼或者是看我之前介紹的那個影片 也有教你怎麼實際操作 那麼打開你的APP之後呢他會有一個這個佳樂福錢包的選項 進去之後呢然後你就可以按儲值 儲值的部分他就會跳出兩個條碼 第一個條碼是這個你的APP會員條碼 可以登錄你會員用的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儲值專用的條碼 所以他掃了會員條碼之後你跟他講說我要儲值 比如說16666元16000多元 那麼他知道之後他會輸入這個數字 然後再來去掃你的這個會員儲值條碼 掃了儲值條碼之後呢他就會確定 已經要這個要刷這個錢了 接下來呢你再把你的手機 不管是NFC的Android系統或者是iOS 靠近這個刷卡機台 那麼感應一下BB然後簽個名就完成任務了 所以我覺得這其實沒有很困難 那你自己基本上就是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話 趕快這個畫面暫停截圖一下 然後去加勒服照著解任務就好了 所以就是看著寶可夢寫的這個攻略 其實你去解任務就很簡單的 那只要有銀行的新護理下來 比如說都要刷3000然後送500之類的活動 你都可以拿這一招把拿你的手機 綁定你要解任務的信用卡 或者是直接拿信用卡去加勒服做現場 除職的動作那麼一刷你其實就符合任務了 或者是你把它綁在拍錢包裡面 然後拍錢包刷卡買的加勒服的這個拍獎券 之後再把它除職進去加勒服錢包 也可以在實體同路使用 所以這是我個人覺得很棒很棒的一個解任務的方式 因為非常無腦啦 你不用去想說 哎呀我要在30天內要刷到多少 刷到2500刷到好幾萬 這不用你就先除職就對了 所以我覺得一個解任務妙方提供大家參考 再來的話我們每一支影片最後都會跟大家聊聊 就是寶可夢的金句 到底今天又要帶給大家怎樣的驚喜呢 我們來看一下 核爆之木生於豪末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其實是我對星光銀行的看法 因為星光銀行它的優惠其實 在全台灣的市場裡面排名不是前面前三前五名厲害的 但是我會發現它其實在最近呢 越來越有就是後來居上的趨勢 就是給的回饋也越來越多 然後越來越多人去知道這些銀行 然後願意去辦它的卡片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這個老子講的 核爆之木就是 你樹木小小的這樣子 從小樹芽這樣子慢慢的發芽長大 它終於一天可以成為一個核爆之木 就是你要用雙手去把它抱起來才可以那麼大 所以呢就是千里之行呢 其實是始於足下 星光銀行它的確是有可能會成為全台灣很前面的銀行 前提是它只要持續的對消費者好 那麼消費者越知道它的好處 並且願意去使用它的信用卡之後呢 它的確是有可能慢慢壯大的 所以我在這邊也是對星光銀行有一個很高的期待 希望它可以推出越來越好的服務 然後讓消費者 我們一般的消費大眾可以得利這個樣子 這是我的一點個人的潛見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也非常歡迎你趕快來訂閱一下 我們就是基本上每天都會有 就是最新的影片來跟大家分享新的市場消息 不管是開箱還是這個APP操作 或者是評論的部分都有 投資理財都有 那也歡迎你趕快來訂閱一下 這樣子最新的消息呢 好才能夠小鈴鐺開起來最新消息 才能夠送到你的email裡面 好也非常歡迎你趕快把這一支影片呢 分享給你的身邊的親友 好公開的按讚留言分享 對寶可夢都是一種鼓勵 然後讓你身邊的親友一起來學習 如何用信用卡省錢賺錢好嗎 我是寶可夢我們下回再見拜拜